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王伟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的节目 今天一样在我们直播室里面呢 有我们多多佛观三世的住持永国师傅 在这边跟我们已经共度半个小时的时间 师傅你好 阿弥陀佛 王伟 还有我们心灵花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阿弥陀佛 相信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二月份 所以呢 基本上上个礼拜呢 我们听到惠峰师傅非常精彩的那个节目 我一定要郑重推荐 如果还没有这个来得及在radio上头听到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回头在我们的网站上头 重温我们上个星期专访惠峰法师的这个录音 对 千万不要错过 不过呢 也代表了上个星期呢 我们就没有上空中佛学院 是 真的很难得 所以要优先处理 所以呢 我们现在还是赶快恭请郭师傅呢 一起带来我们今天的空中佛学院 空中佛学院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在今天的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佛学的名项 特别要提出来就是三宝 那么我记得前几天 还有一位朋友 他大概对佛教不是那么了解 他还特别提出来问 他说要怎么样才可以认定 说你是佛弟子 他说你的信仰是佛教 他说因为在像基督教 那他要受洗就成为基督教徒 那在佛教成为佛教徒 是有什么样可以去证明吗 还是做一个身份确认 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他提出的很好 而且在很简单的一个提问之中 却问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所以我当时就回答他说 其实类似像基督教 说经过一个受洗的仪式 而成为教徒 那佛教呢是要通过一个叫 归一三宝的仪式 那么才可以正式成为真正的佛教徒 那么所以这样子的概念 我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就是同样可以把它建立起来 就是不是烧香拜拜 就是佛弟子哦 并不是说我有拜拜啊 你的信仰就变成佛教了 这样 这个烧香拜拜可以讲 这是因为它太普遍了 那么也是很多人会以为 我这样已经完成我整个信仰的过程 包含信仰的学习 包含对内容的学习 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差 必须要提出来澄清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个名项呢 提出来的叫三宝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归一三宝 那么就要知道 那三宝的内涵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归一 这个所谓的三宝 那我先提一个这个辟语啦 说一般来讲 我们把三宝就是佛宝 法宝 圣宝 那么有一个辟语说 佛宝呢 佛就像光 那法呢 就像水 僧呢 就像田地 也有形容叫和风 如果叫和风的话 其实大家就知道 其实我们人类啊 这个万物要生存在这个世间 也要具足有所谓的生存的三宝 阳光 空气 水 这是我们要活命的三宝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心灵啊 这个内心的世界 我们的信仰啊 要这个延续 也要三宝 那么佛教的三宝呢 就是佛法身三宝 所以刚刚呢 我用佛如光 法如水 身呢 如徐徐和风 也就是空气 用这样来做一个比较啦 一个批语 那么归一佛 就是归一 就是我依止 什么对象来学习了 那么归一 归头依靠的意思 归一佛 那就好像哦 在内心呢 点亮了 这个心灵的灯光 也等于是为自己建造一座 好像这个发电厂 电力公司啦 这样讲大家比较明白哦 因为电力公司那是要输送人员的 那么法如水 那么归一法啊 就好像你在这个佛法的学习上 你等于是在储蓄 这种甘露伐水 那这个甘露伐水 可以滋润我们的心灵 所以等于是为自己 好像建设了一座 这个自来水场一样的 水源也是源源不断的 可以滋润我们的生命 那么归一生 刚刚讲 生如河风 河风徐徐 那么生呢 也很像 就是田地一样的 那么归一生就好像 你有一亩田地 你可以 好像长养你的菩提善果 那么就等于是为自己开发 一亩这种 好像良田万寝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讲出家人 形容为福田生 就是形容为田地 那如果说 这样出家人 他的这个扮演的角色 他的功能 他经常都是作为 佛法的指导者 老师的身份 所以有的时候讲 就好像 这个 和风徐徐 那么 能够 鼓励我们 那么这个是我用这样子的 跟我们的关系 做一个辟喻 就是用阳光 空气 水的关系 或者说 生血 他因为可以生长万物 可以增长我们道心 所以也用田地 来做形容 这个是讲 归一三宝 跟我们需要三宝的这个关系 就好像 这个第一个层次 让大家先感受一下 像阳光 佛像阳光 法像 这个水 那生呢 就像和风 也像田地 那么再来看呢 其实个别来讲 佛 这个英文叫布达 那么是觉悟的圣者的意思 就觉悟的圣人 那么 释迦牟尼佛 他是在2500多年前 在印度的 这个在菩提加爷的 菩提树下 大车大悟 正德无上的 这个 正悟 那么之后呢 他用49年的时间 就是来 教导 化度无数的 大众 所以我们尊称他为佛的代表 那么 法呢 也就是当时佛陀 所教导的 这佛法的真理的内容 当然刚刚讲 佛陀一生说法 49年 谈经三百余会 就是三百多次的 这个聚会 法会的 开示教导 那么 到流传下来 到今天 我们把它结集在 所谓的三藏十二部 之中 也就是 这个经律 论典 就经典 律典 还有这个论典 那么流传下来 这个是法宝的一个 这个整理 那么 僧宝呢 就是 本来这个僧 三个 是有僧团 它是 意思是说 一个人不能叫做僧团 所以出家人 他其实不是一个人 单独住 他是团体一起的 叫僧团 那么他是有和乐 有亲近的 这个意思 当然出家人也有分 有男众 有女众 男众法师 女众法师 那么总是呢 都是 依着佛陀的教法 依着佛陀教导的戒律 那么来修行 并且呢 也来发行 弘法 度众 将佛陀教导的 智慧呢 能够流传 出去的人 叫僧伪 那么也就是僧宝 那这简单在 这个第二个层次 让大家进一步认识 三宝的内容 但最后一个层次呢 想让大家知道 其实呢 三宝啊 一般有三种分类 第一个呢 叫画像三宝 第二个呢 叫住持三宝 第三个呢 叫真实三宝 那么这个怎么去看它 画像三宝 画像就是 它画现在这个世间上 可以讲就是最早的三宝 也就是 佛宝指的是 我们的教主 释迦摩尼佛 那法宝呢 就是当时 释迦摩尼佛 他所教导的 四圣地啊 十二因缘啊 八真道等等 就是最早为 吴比丘也好 为当时的弟子 讲说的 真理智慧呢 那么是最早的法宝 那么当时跟随佛陀 出家修行的出家人 那就叫当时的僧宝 这个就是所谓的画像三宝 但是到现在来 你说释迦摩尼佛 他还会走过来跟我们上课吗 当时的吴比丘还在吗 当然都不在 那么流传下来到今天来 我们所雕塑的各种材质的 比如佛像啊 不管是纸画的 铜塑的 木刻的种种材质的 佛陀的圣像 那就是佛宝 那刚刚讲 经典结集之后的三藏十二部 是法宝 那现在依着佛陀的教法 出家修行传法的 那就是僧宝 这叫住持三宝 那真实三宝呢 其实啊 指的就是我们大家 又叫做自信三宝 也就是说 这个 你是修行人 你本身就是这个具足真理的佛宝 那么你所修的法 那个法宝 那么到这个你自信本质具足的 这个修行的这个生活 在自信 生宝 所以真实三宝又称自信三宝 最终呢 其实我们对外都说 我们在皈依三宝 礼拜三宝 恭敬三宝 最终呢 佛陀希望开发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 你就是佛宝 就是法宝 就是圣宝 这个是 简单让大家 知道 在佛教的 这个总纲 一个代表 就是三宝 成为真正的佛教徒 是皈依三宝 但最终 是要开发自信三宝 在这里 跟我们大家共勉 也祝福大家 奥弥陀佛 师父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三宝呢 可以讲得上是 这三宝的真是缺一不可啊 是 而且我刚刚提到 我们认识的三宝 真的有不同的层次 所以听众朋友们 今天这样听过之后呢 您也许可以想一想 那三宝对您而言是 只是一个专有名词呢 还是您生活之中 就像王伟提的 是缺一不可的 这个生活中的宝贝 好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就回到我们下个单元 人间姻缘的单元 千万不要走开哦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再次回到我们的心灵花园的节目 现在直播室呢 一来由我们的勇工师傅 师傅你好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进入我们的人间姻缘的单元了 不过呢 二月份 相信是我们所有华人 非常期待的月份 我其实今天的这个 人间姻缘 特别选了一首歌 那因为前几天才刚刚过了 农历十二月十五的圆灯法会 光明灯圆灯法会 那么就是这个一年的光明灯圆满了 那现在就好多人都来点新的一年的光明灯 对 所以我刚刚说二月份是 我们华人这个最忙的这个月份了 所以今天选的这首歌呢 就叫点灯 点灯这首歌呢 是我选的这个版本 因为它有几个编曲的不同的版本 特别选呢 就是身心自在这片CD里头的第一首点灯 那其实如果有些听众朋友们 曾经看过我们佛光山人间卫视 制作的这个观世音的这部电视剧 就会发现 原来这个电视剧里头常常听到这首歌 好像是片尾曲 师父有提到 对 很好听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出这个点灯 我想也是因为 我想王伟已经看到了 我们过年要布置的这个佛光年宵的 现场的一些景 照景 好多灯的 这个今年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真的很期待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就是说在我们东文多的话呢 真的是过年 这个前后 就一定真的要来我们东文多佛光山寺了 因为呢 听说这个点灯呢 还有很多不同的灯哦 其实呢 本来啦 最基本的呢 就它全年度的 就叫光明灯 光明灯 光明灯 而且我们每个农历初一十五 都要为点光明灯的这些供养人呢 为他们诵经祈福 对 那就有这个叫全年的光明灯 那在春节期间呢 真的要庄严道场啊 要给人欢喜 要广结善缘 没错 就有这个 特别有另外 大家看到道场 都挂起了这个红灯笼 那就叫春节平安灯 本来是只有这两种灯了 可是好像还有一个叫金波罗 这个实在是给人欢喜 才出现了这个灯 是我在布置 这个就设计这个 佛光年宵 去年呢 我就发现 我们总本山呢 就流通处有这些设计 我觉得很好 就带了一些莲花灯回来 没想到拿回来 其实我们准备了三百朵 三百朵 那才一天半的时间 全部登记完 对 哦不行 那我们今年要五百展了 那去年是有这个 金波罗的这个莲花 那今年我看到有凤梨 凤梨 这是绝签法师他讲 他说 哎呀 这个凤梨呢 叫翁来 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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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般华人很喜欢 我说好啊 那我们就 就是顺应大众欢喜 我们就订了五百展的 这个凤梨灯 灯 结果也不到三天 就没有 我说糟糕了 过年人家要来的 这个不够 要给人家欢喜 所以又再赶快 跟本山又再订了 就再换一款 就他们看得很漂亮 那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平安灯 他们就叫金平安 因为这金箔 金箔的对 焦坐的那种金箔很漂亮 那么又有八尊的观音菩萨围绕 又有上下的 就是他们看得很喜欢说 那这个灯就叫金平安 金平安好了 其实那个金啊 在台湾话 金平安 金翁 就是很平安的意思 就是啊 非常的平安 金平安 灯旺旺 就是这个是给人欢喜了 就变得 哇 今年的灯很多 那特别那个 这个金平安 这个小小的灯笼来的时候 如中法生物 哎呀 住持啊 那个金旺旺 已经挂在 那个 就是我们讲 转运墙那边 那这个金平安灯 要在哪里呢 我说在云水佛堂那里 而且用龙柱的方式 做了 你看有一部分都挂起来 有有有 非常的 哇 壮观 那个也很有创意 总是就是 我觉得一个原则就是 给人欢喜 希望大家欢喜过新年 那所以 也因为有这么多的灯 所以今天我们的人间姻缘 就选了这一首 电灯 电灯 我们先来欣赏 好 电一盏新灯 照亮黑暗的 心灵角落 电一盏新灯 带来希望的每一分钟 燃起的火焰 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 留给爱上的泪润 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 留给迷路的女人 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 显给哭泪的终生 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 显给哭泪的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一盏新灯 照亮黑暗的 星灵角落 电一盏新灯 带来希望的 每一分钟燃起的火焰 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 留给爱上的泪润 师父啊 这首点灯真的 可以说是百听不厌 尤其那个感觉好像 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 会感觉那个光明 它是好像从佛菩萨的身边 然后一朵一朵这样这样这样 好像延伸到我们这边来的那种 那种光明片满的感觉 对 其实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师父呢 也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所有的大众朋友们 可以来点这个平衡灯 过年时候呢 也可以来点这个金波罗 金波罗没有了 没有了 金平安 其实现场都有 现灯祈愿都有了 都有 不过还最重要就是说呢 希望呢 在你这一年来讲的话 大家都能够有一个 新灯的陪伴着您了 是 因为就像 这个光明灯的云灯法会 我其实我每一次都会借用 这个佛陀十大弟子之中 从眼睛看不到 然后到可以得天眼通 像这些真的供养灯 这个灯除了照亮自己的新灯 照亮自己的前途 那么更是能够照亮这个 黑暗的角落 那么让更多的人 可以分享到佛陀的智慧之光 所以也讲到很多 这些点灯的这些感应 这是上个星期 如果要知道内容的话 可能要回到我们网站 去看法会开始 不过师傅 我其实另外一个非常期待 就是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了 是 是 是 在这里邀请我们听众朋友们 就是说 马上到的星期六 星期天 就是14号 15号 其实已经是我们 我不敢讲万众期待 其实真的是万众期待 真的是万众期待 过年都上万人来嘛 那佛光年宵要跑前面的 所以星期六马上了 就今年的佛光年宵 就要正式对外开放了 所以它时间是星期六 星期天早上11点到4点 所以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当然到除夕 那更不用说了 那可以说得上是人山人海 对 真的是这样 有人讲说越挤越旺 日期越旺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趁由1415号 来我们的佛光年宵 要办点年货的话 都非常欢迎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 也就到接近的尾声 如果你想知道 我们多伦多佛光三世 晋级的一些活动的话 非常欢迎你来电 我们的电话是 905-814-0465 905-814-0465 如果你想重温我们今天 或者是过往的节目的话 你可以上我的网址 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ca 再次非常感谢顾师傅 奥弥陀佛 奥弥陀佛 那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就空中再会 拜拜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 音乐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